嗯 我们在细节上我们看看一下我们这个handle的一个主要路线是什么啊 呃 这的话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就我们主要的核心就是我们这个框架 就这里呢就是转换为bm结构并加入到我们一个链表啊 非编异字节嘛 呃 这里呢 这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看看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这里下个多点吧 然后这里下个等然后把它移过去 然后我们配有od啊 我们只去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弄一下 ok 拿过来啊 首先我们记第一句代码是不是pushig啊 push ebp 然后这里是mo ebp esp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啊 然后点击我们开始虚拟化 开始虚拟化之后呢它会转停到我们这里 首先呢它第一个 它存起来这个参数是不是vmneam 这个neam是不是vpushig32 是不是啊 然后的话我们看一下这里啊 第一个是不是真的是vpushig32 这里是不是pushig32 看到吧 看到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做什么事情 首先呢它会把我们这个传给它 这个我们在名称上看呢 它是搜索我们那个vm handle的一个所以 我们再进去看一下啊 这里是干嘛呢 嗯 取宿主乘元素 这个是干嘛呢 这个g-vm-type vm-type 我们看一下g-vm-type 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值是什么 g-vm-type 我们发现它是很多值啊 很多 看到没有 它是有一千多个值呢 怎么那么多啊 但是里面存的是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 我们看这里啊 看到没有 vpushig 然后这里看 vpushig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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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heiz imm 这也发现我们把这个handle 好像基本上都给集成到一起了 但是我们这个再难以集成的呢 我们点击这个调用表 反而到我们这个在栽栏 在既 Suite 还一存 我们发现呢 我们这里还是有个hana 担担看一下啊 这个担担是干嘛呢 这个担担是干嘛的呢 那么这个是主表 这个核心表我们是讲过的啊 现在我们再讲一下我们那个核心表啊 主表啊 主表不是核心表 展开 看到了吗 这里呢 就是我们这个总体核心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里 dcb 又是干嘛的 嗯 这里呢 是首先要做事情是这样子的啊 v begin 嗯 这里呢 感觉看起来有点抽象啊 呃 我怎么怎么讲好了 我们看一下里面是做什么型的 add vm 太保啊 看一下里面做什么事情啊 嗯 这里呢 没发现它是这样子的 先判断一下我们这个 id 差 就是我们传进来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 这个静态的 正静态的啊 如果等于0的话 我们让它这个等于1 这个这个取数乘数就是我们这个东西 就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东西啊 变量表 我们看 刚刚看到了哪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啊 这个我们这个东西 然后首先把这个承认数给取回来 判断如果承认数等于0的话 我们再给它重定义数主 这个 vm 太保的个数 这 vm 太保的个数 就是我们 vm 的汉头表 汉头表 是不是 那么把它重定义好之后呢 我这里呢 就是给它复制了 首先 vm 一个汉头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汉头的构成是不是有名字啊 是不是还有相对呢 会没有指令呢 还有操作水个数 断检缀 操作类型 才你表示的是 啊 你这个操作数呢 是准认器啊 是绿数啊 是内存数呢 这个是位数 比如说你这个位数怎么表示呢 比如说 ax ax 是上设备的啊 是不是 那么这个是什么执行命令 前要使用的准认器 执行命令保存准认器 嗯 这个的话就假设 可能我们执行一个 push i a x啊 嗯 当时的话你明知道你push e a x 啊 这个push完之后呢 我们 esp 呢 这个只会被会被下面那个 会被下面的汉头会更改 是不是啊 只是你是不是你要预留一份 push e a x的 e a x 是不是啊 你要把这个 e a x给预留下来 你是不是先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后面再恢复 我们这个指示就就不会丢出来 是不是啊 我看一下我们在哪 现在在这里 但是我们这个主表是我们什么还没看懂啊 首先呢 主表呢 是第一个是vm begin 啊 vm begin 这个v begin 呢 嗯 他 他有多少多少个操作数呢 他没有操作数啊 他这个断呢 没有断定认器 这个 他这个操作 rp call 嗯 他这个参数 这个是参数类型啊 他有两个参数 两个都是没有定义的啊 表示两个没定义的参数啊 而这里面表出什么游戏 比如说 因为换 弄个 笔记本记录一下 比如说你要push s 是不是 那么 他的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第二个参数没有定义 那么他第二个参数是ex 是不是啊 他第第第二个参数是ex 是吗 然后这里面的长度是多少呢 这里面长度是0 那么这个长度上是32位 那么同理啊 同理 v begin 你不认为他就是一个保存环境的一个悍道 那么的话他没有参数 他只能填两个这个东西 是不是啊 两个都是填这个 然后这里面填什么 0 0 啊就这样就行了 我们这两个是表示他这个没有定义 没定义的长度 我们没有没有把它设置为0 也给他把它设置为-1 随便你啊 你这个是执行前保存的 执行权 你要保存就去执行后 你要保存就能借这个就不用管了 这个呢是 IG到ESP 这个呢我们后面再说吧 那么咱这个 悍道表目前我们是不是就做很多事情呢 要增加各种 在网上啊 比如说靠泡泡 我们是不是收入了 收入很多东西啊 v泡泡ig vrg32 v泡泡im32 v泡泡im32 是不是 我们这里呢是不是定义有很多汉斗啊 ok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汉斗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当当前指定到哪里去了 当前到我们的掉梦表 这里呢是 先把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不是防汇变引擎给媒体出来的 没防汇变引擎经过各种解析是不是就可以 啊把我们这个汇变指令 把我们的汇变指令给他转换成这种形式啊 是不是啊是不是给他转换成这种形式啊 然后的话我们我们这里呢 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干嘛的 我们提前 提前 分配好的 数族 这个是收录的数族 已经 收录的汉斗 数族可以吧 啊收录完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经过再对对比什么意思 我们判断 我们反汇变引擎解析的我们这个东西 这个是反汇变引擎解析的这个东西 是否已和我们这个已经收录我们这个汉斗数族里面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汉斗相等 如果 其中的一个汉斗相等的话 那么的话我们这个是不是就已经 这个防汇变引擎解析这个东西就已经给匹配完成了 就已经这个他这个就已经在我们这个助大数里面去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给他返回 n n什么意思 n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主表就就我们这个所以呢 当前 当前指向我们这个 防汇变引擎解析出来这个所以呢 我们要根据他做事情的知道吗 是吧 第1个 防汇变引擎 解析出来的 啊 啊 出来的 这个 嗯实力名称吧 名称 与已经收录 好的 判斗 数字进行比对 你如果比对 成功 反而已经 收录 好的 判斗 速度的所以 OK啊 那么他呢 就这一步操作啊 就这一步操作没什么其他操作 啊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再来吧 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搜索我们那个汉汉目表 是吧 如果是vm自动上车指令这返回结构反 否则反为零 是不是 是否判斗 那也否则 否则反回零 可以吧 不是 OK那么这一步我们就解析完成了 哎 解析完成了 我们跳到哪里去了 我们继续啊 先把那个拉进来 看一下里面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啊 到这里之后 然后首先的话 这里呢是不是搜索啊 OK 在这个里面搜索到发现他已经搜索到了 他在我们这个大表他们主表第16个所应啊 如果这个所领不为零 不为零 我们说明 嗯 说明我们有 我们已经收录了我们这个 这个vmv push 这个handle已经收录了啊 收录完成之后呢 我们判获取一下 通过我们这个所领 获取到我们这个handle 是不是 gator vhandle for index 这个是不是根据我们这个所领 获取我们的handle 我们进去看一下 看一下 没发现他还是个比较 这个比较是什么意思 嗯 这个是handle啊 看到没有 这个handle它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handle啊跟我们刚刚这个vm type不一样啊 不一样 这个type呢是我们已经收录好的所有handle的集合 那么我们将它称为一个表 一个指令表 是不是 知道那么它还一个什么啊 还一个g-vhandle g-vhandle在哪里呢 在哪里没有看到 哦m啊 它是我们这个类类里面的一个 自由成员啊 最后成员 看到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呢发现他有很多啊 他有很多它是什么呢 V是大边吗 这个 还有这一个 这个我们发现了这几个呢是不是就是 这没有了啊 没有了 没有了 我们发现前面那几个呢 都是有的 那看到没有 前面第十个是有的 但是我们这个哪里来的呢 这个哪里来的呢 v style vm 啊这个视频检查站 这个d push 我们看一下在这里来的啊在这里来的 我们然后我们给他高亮一下我们看到他是哪里来的啊 首先呢我们要把它反反回到我们原来开始的地方啊在这里 然后这个出手啊 出好像没有啊 出手好像没有啊 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在这里看一下 看到我们这个核心表看到没有 核心表 这里 这个再进去看一下这里是什么 嗯 这里好像也不是啊这个是g-vm 第1hand啊也不是啊 也不是的话我们继续看啊 主表主表是vm type也不是啊 也不是还个就什么表参表 参表也不是啊 经文器表 嗯 貌似也不太像啊 那肯定不在我们这里是不是 不在我们这里的话我们那么看下在哪里呢 嗯 这里 这里看一下啊 嗯 这好像也不是啊 哎我们这个在哪里复制的呢 就这里吗 就这里吗 嗯 好像也不是啊就在就是我们这个东西才在哪里复制的啊 我们看一下 他为什么有他为什么会有值 他里面都为什么会有值呢 我们现在这里看到没有 这里 这里是哪里呢 嗯 我们返回返回在这里 这里进进去 进到我们发现在这里 这里面有个编译代码 原来也不是啊 这样我们先不要看那么多啊 先不要看那么多 看多多会晕会晕了啊 这里吗 这里吗 啊这里 这里 这里 这里哦 看到没有在这里呢 在在这里呢 首先的话 它是这么这么多就这么做的 首先这里进去之后呢 再进去之后呢 它就有个设置区内存点进去啊 然后再设置区内存 他让他先设置 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再触扫我这个vm啊 触扫我vm之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这个触死化 一个 核心红的一个特殊汉导 嗯这年是触死化手动汉导 触扫vm要受的汉导啊 我们看这个什么意思 嗯这个呢是 自跟我们这个 这个核心汉导有关联的 是不是啊 我们这步操作呢是不是就是说 把我们 这个给他辅置到我们这里来 可以吧 把我们移出之后的这个汉导 辅在我们这里来 然后长度也给他辅置 代码也给他辅置 我们这个 啊我们这个 vmd的一个名称给他辅置过去 是不是啊 啊这里是要把增加v汉导的一个名称 嗯这个是不是把那个名称给加进去了 加到我们的汉导 汉导说音表里面去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来是有多少啊 这个v汉导这个原来是有零有 它是尾数组 尾数组是有零个的 零个之后呢我们 把他给交到我们这里来看这里面做什么 啊这个随机汉导表干嘛干嘛的是不是把它放到我们这里来了 那你给他加一了这迅机小一点 这个他在哪里被重构的呢 嗯这里 OK大概大概是没个意思啊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他在哪被重构的 我们看一下去高粮小门找一下他在哪里被重低数组的 麻烦也没有啊 这里好像是最早了 但是的话我们看这里是零 嗯 加一人他他的人他加一啊 好像不在这里是最早不是在这里出手号的 嗯那看一下再看一下这个这个出手号 在这也没有啊 这也没有啊 没有的话是在哪里呢 这里 设置虚拟权啊 这没有啊没有的话我们搜索一下吧 还不到了 展开所有纸程序啊 这里 一个 他在哪里被崇尼艺术组的 没很多 这里 啊不是这里啊 嗯 嗯在这里啊在这里 这里是哦对对对对他在这个类出手号的时候他就已经被 出手号成了256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现在就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 等于 m 地 第一汉的 一部分啊 一部分 是吧 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已经总结出来了啊 好吧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细节 这里 这里 这里呢我们发现这里呢是搜索啊 搜索啊 是 然后这里呢是干嘛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这里 前判断一下啊 这里是这个是哪里存进来的 就是防汇边已经解析好的啊 就这里重新来了 这里啊 这里是这里重新来了 那么的话这里呢是刚才说的 还是防汇边已经已经解析好的 我们判断一下啊 判断他是否已经被 根据名字获取我们这个汉斗的一个所以啊 我们判断一下 这不在 在让我们在不让我们那个汉斗里面所以肯定不在 肯定在这些个东西吧 发现他不在 他不在 不在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把他要把我们的防汇边已经解析的东西给夹到我们这个汉斗里面去啊 是不是 嗯 这个是提取汉斗的代码 啊 根据哪根据什么题呢 根据我们这个题 这个爱 原理 id 差是不是我们这个是不是通过我们搜索已收入的这个 定义表汉斗定义表 反外的这个nd id 差是不是 安查是16啊我们看到里面是怎么实践的啊 那里面实践就很简单了是不是 首先我们是不是给能取到我们这个这个这个值这个名字名字他是这个东西啊 他说v push ig 双 开始 你这个先这样不用管啊 这样不用管 试试参数也不用管啊 先判断一下 发现他是push啊 push就很简单了 看来吧 push 你看一下 提债 这个呢是提取我们这个汉斗的代码啊 看没有 这个汉斗呢 这个是不是减低我们的sup ebp ebp减4啊 减4完成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 哎我们是不是 然后都判断我们这个参数1啊 是否等于内存 我们参数1是等于内存吗 不是啊 我们参数1是 参数1是我们这个进入器啊 看了吗 他就把我们这个加到我们再来这个汉斗里面去了 加到我们进去之后呢 最终呢返回 返回我们这个endend是干嘛的end是不是取出我们这个 这个byte这个总结束啊是不是 取出我们的总结束 是不是 这就这种反应让我们再来 这里就已经编译好这个东西了 然后这里呢是编译hand 编译hand 怎么编译呢 这个是我们已经编译好的一个hand 是不是 就是我们这里呢是不是把它分配 把它弄成了好几好几张表啊 第一个是什么表 主表 主表是干嘛的 这里呢是已经收入的汉斗数组 什么第2是什么表 核心表 核心表 组成vm vm 中的 主要 基本结构啊 第3个什么表 已经编已经 编译的 汉斗表 这里呢 这里呢是一个函数的流程 汉斗 是 是 编译一个函数的流程汉斗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发现呢就是说 这个是我 就这个东西啊 这个我们放过来 那么还一个是 核心表是哪个 我们看到全球变量啊 核心表是不是这么这个东西啊 还有个主表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那么这个这几个东西我们弄好之后呢 嗯这个东西呢是编译了 就是说把我们这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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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来啊 编译 这是编译啊 把 把什么放到哪里去呢 把 反汇编 这边引擎已经解析好的 换的 换的 名称 已经 编译 提取 换的 代码 加入 到我们这个以编译号的这个 基督表连去 是不是 这里呢是不是就 呃就是一部编译的过程了 是不是 然后这是干嘛呢 进去看一下 嗯换的 对呢 属于注意点 这不应该是加密的啊 加密的话 我们先不要看加密啊 不然会晕的啊 现在我们现在先略过一下 略过一下 我们理解我们这个 其中的一个 一个步骤就行了 是不是 然后这里呢是所以能说你加一这个是指向是哪里去呢 啊 指向 你指向已经编译好的 看到 EIP 是吧当前已经已经编译到哪里去呢 就是我们这个决定了 OK 那么我们这个函数就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这个bm呢大概就这样子啊 大概就这样子啊 我们下课我们继续讲啊 继续讲我们那个bm得分开发啊 就要帮助啊 我们下课就要知道